马上七点半 开始了 开始录了吗 哈喽 好吧 现在就开始讲吧 今天主要讲 主要讲 Blender里边的选择工具 选择 主要是一个是在物体模式下的 其中选择方式 这边有一个选择菜单 一会儿会详细的讲解一下 然后还有一种是 进入编辑模式下的选择菜单 也是同样在这个地方 一堆的选择 好先开始讲物体模式下的选择 常规下的选择都是拿鼠标右键 如果你没改过快捷键的话 都是鼠标右键单击就可以选择物体 复选择 复选 多选的话是Enzo Shift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多物体操作 还有一种套锁 套锁模式在菜单里是没有的 按住Ctrl键 按住Ctrl键 然后点鼠标左键 按住了别杀手 可以像套个圈一样给它套起来 然后Ctrl加Shift 这样画圈的话是简选 这个是在物体模式和编辑模式下同时都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选择中间两个点 按住Ctrl键 嗯 就可以选中 相当方便 如果在 点比较多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选 很快的选中这一些 这是套锁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我感冒了还这么性感呢 我的声音不性感 好我们现在这是两种基本的选择方式 然后看一下菜单里边的选择 有这些 先来说一下第一个 按照名称来选择 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东西 这个是你打入这个物体名字的话 CAMON 就可以选中这个相机 这个相机 这个相机名字是这个 嗯 然后呢 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我再复制几个出来 现在我把它名字显示出来了 把他们的名字都显示出来 比如说要选择 按名称来选择的话 立方体 嗯 选中的是一个 选中了一个 如何选中立方体 所有的这几个立方体名字呢 后面打一个警号 新号 打一个新号 嗯 这些就全选中了 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个新号是 呃 类似于 这这这这这 百搭 嗯 Cube后面 所有的 都给你选上 反正是带Cube的都选中 这个是区分大小写啊 这个 这是 这是什么 扩展啊 这是扩展选择 这扩展选择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复选 呃 我比如在新 再选择一个 啊 几个猴头吧 来几个猴头吧 把它名称选 显示出来 那比如说你第一次选的是 啊 Suzanna Suzanna 啊 这几个猴头都选中了 然后 再看 这有B 回车啊 这是复选 如果不加上 这个如果不点的话 他就是 不是复选 就是刚才选中的 就被取消选择 嗯 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区分大小写也很容易理解了 区分大小写的话 如果你大小写写错 他就不认了 只有写对了 他才会认 这是根据名字来 选择 这个方法 好在哪呢 就是你做建筑啊 或者什么的 门 所有的门 都是前面有带个门字 或者Door DOR 啊 多的话 你这个时候用这种 名字选择的话 会很快速的 选择所有的Door 或者Windows 什么的 相当方便 嗯 当然有些人也喜欢用层来管理 当然 这是两种选择方式吧 给你多的 多一条路 好继续往下看下边的 哦 这个关联项就比较多一点了 物体数据 拍截线是shiftL 后面我就nshiftL 第一个是物体数据 你现在选择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物体数据是指什么呢 是指 它内部的 网格数据 应该是网格数据都一样的话 我先把它关联一下它的物体 现在这两个是关联上的 shiftL 嗯 凡是 内部数据一样的话 它用这个方式是直接可以选中的 那这个适用在哪呢 ARTD的时候 档杰克说过是复制 关联复制 关联复制出来的物体是可以同时快速选中的 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物体数据 这个 这个也是相当 就是在你项目繁多的时候 这个选择会比较快的 要选中你想要的物体 好 接下来看材质 材质就好理解了 有相同材质的都选中 那第二个 那材质不一样吗 我还没加材质呢 不行 就先给它们加一个 这两个是一样的材质 把它改个颜色 好 现在它们四个是一样的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相同材质的同时选中 好理解就不多说了 然后是纹理 它们有相同纹理的话会同时选中 看一下啊 再加个纹理 随便加一个 老波吧 相同的纹理 它们现在四个材质都是关联的 材质关联 纹理也就是关联的 我把这个 这个材质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然后改一下颜色 好 独立出来以后呢 材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们纹理还是共用的一个纹理 也是可以快速选中的 这个是在多个材质的时候 但是它们共用一个纹理的话 可以快速选中 这个也是 一般这种选择的话 物体多的时候 都来不及点的时候 可以用到 主副本又是什么呀 阿力 有 有 有 完了 变成中文的 我都不知道它是啥 我要切一下 看一下 完了 中文的不知道是啥 诶 复制组 这个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这个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看一下 顶点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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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居然卡在这个地方 阿力 嗯 卡呀 好 我居然卡壳了 我居然卡壳了 应该是这个组吧 哈年组 哎 真的是什么玩意 啊 我先跳过了 回头再说 这个居然我没用的 好看下边这个 粒子系统 这个我回头再说一下 现在 没用过这个东西 粒子系统 粒子系统 这个地方 如果他们有相同的粒子系统的话 可以选中 如果他们不是相同的话 就选不中 现在这三有 每个都有粒子系统 这个是只能同时选中它 这个就 单独的 如果它改成也是第一个的话 就可以快速的选中 还有一个是酷 酷的话应该是外部的 这个需要外部 关联进来才行 先关联一点 这是上节课做的东西 就是说外部 外部的关联进来的物体 从别的库里关联进来的物体 用这个 快速的可以选中的 然后你再反选的话 就是 反选后面会讲到 这要是从外边关联才行 这又是啥 物体 书 这个好像和刚才那个差不多吧 它还分类了 我记得以前就一个 这个都是管理外部导进来的 外部导进来的数据 可以用这个 这些都是针对外部数据 操作的 两个差不多 这是Shift-L的一个功能 凡是带关联的 它们有关联性质的 都可以快速的选中 所以就是这个的选择方式 这个是啥呢 Shift-G glue 哎呦 我还改变中了 免得大家看不清 嗯 我把外部的先删掉 Shift-L 先删掉 然后这边有一个按主 按主Shift-G 这个快捷键菜单都记一下 Shift-G 这个子集 子集的话 就要做负质关系 嗯 把负质关系 Country-P 可以做负质关系 那就跟着一块跑了 然后呢 可以快速选择它的子集 就是下一个层级里边的物体 再多数一点 现在有四个立方体 跟着它一块跑 然后Shift-G 第一个 可以快速的选中它四个 然后它 子集的子集呢 我再试一下 子集的子集 啊 现在是这样的 啊 选 哎 Shift-G 啊 子集的子集也全部都会被选中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儿子都会被选中 嗯 嗯 生子都能选中 直接 集 就是它的 这个就 和刚才那个稍微 层级上控制了一下 嗯 这个只能 下一集 只能选中它的下一集 嗯 下下集是选不到的 还是 还是 比较好理解的吧 所以它们的关系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复级 复级 复级啊 那可这肯定是 从这个往上倒了 啊 这个就好理解了 复级 再选中它的复级 就是往上倒 刚才能是往下 平级呢 平级呢 平级的话 在这个层级里边的东西它会全部选中 它们是属于世界级的 现在世界是第一级的 然后在世界里面存在的这些物体的话 它都会选中 但是这些儿子孙子呢 都不会被选中 然后 然后到下一个层级里面 再用平级 就可以选中 它所有的 平级 现在再看一下 如果是 这样的话 闪掉一个 现在是这样 两个大复级 看一下有没有用 这个是 没有用的 这个是没有用的 只能是处在一个 单复级情况下 同一个复级的情况下 才能快速的选择平级内容 类型 类型 啥的 凡是 网格数据的话 它都会被选中 这个也是挺方便的 凡是灯光的话 我在复制 给它放出来 凡是灯光的话 所有的灯光都会被选中 嗯 这也很好理解 就是类型嘛 网格数据就是网格数据 灯光就是灯光 相机也应该可以吧 看一下 所有相机都被选中 按照类型 类型 这是层 层 选中 这个里边 层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下面 这个地方 如果我把一些物体移到别的层 然后还显示出来 可以快速的选择 这个层里边的物体 现在这个呢 是在第二层里的 在这里边 可以快速的选择 这个层里的物体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 做门啊 窗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人喜欢分层 比如说这层是放门 这层是放窗 那这种方式呢 也是比较快的 因为现在是同时显示的 显示 然后我想选中 所有的门 这个就用层来管理的话 是这样选 就比较快 全选就能选中 安全组 这些东西好多啊 银件也 打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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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上去记 用灌快捷键了,找灌了就 上键一个组 它们三个物体是一个组 然后你只要选中一个 再用群组 就是在同一个群组里的话 最快速的选中 再给它们建一个组 看一下 嗯,这三个球是一组 这地方体是一组 这个是要到打组以后 才用到的一个选择 快速选择的地方 这是挂钩 挂钩 挂钩这个东西要说起来的话 我就挂钩这个东西 下麻的 挂钩是一个空物体 专门用来勾里边的顶点用的 这是在哪儿添加来的 添加挂钩 哎 这 可以添加一个新物体 Ctrl H 记住了 添加挂钩 Ctrl H 添加一个新物体 这时候它会多出一个空物体 这个空物体是可以拉扯它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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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挂钩 ShiftG里边 选中这个物体所有的挂钩 选中这个物体所有的挂钩 这点魔人应该很少用到 那它现在有三个挂钩 ShiftG直接 三个挂钩 ShiftG 中地层 应该是PassID 这个 它叫通地层 不是 我知道 那是 因为这个 Blender里边的时候 在哪来着 在哪来着 有个叫做通道索引 这个是在后期里边使用到的 嗯 然后呢 默认的都是零 它们都是零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 改成一 然后它们就 形成了不同 不同的通地层 凡是零的都选中 凡是一的都选中 这个 这个是在 合成里边用的 合成 最后的 这属于一个物体的索引 相当于物体索引吧 这个 以后再讲 后期合成的时候 会 讲到这个东西 用到声音 颜色啊 这个颜色其实很多人都误会 颜色不是说 材质里的颜色啊 这是两码事 来讲解一下 这个其实很多人 挺苦恼这个东西 现在它们有相同的材质 相同的材质 嗯 现在选 你以为 通过颜色选中了 但是我把这个独立出来 把它颜色改一下 它们的颜色其实不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一次性选择 这个问题在哪呢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物体 这个物体分栏里面啊 这里面的下面 显示 显示了有个物体颜色 这个物体颜色 其实也挺搞笑的 应该是老版本 老版本里面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现在好像都不怎么用 这东西 但是它是可以改物体颜色的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改成红色 它们俩是白色 你再用这个颜色来选的话 白色是选中的 这两个都是红色 你看 它们俩是选中的 但是为什么你看不见 这也是很韵文的 这个 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材质里面 往下拉 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叫物体颜色 这个物体颜色是最基础的颜色 它不是材质颜色 默认现在是不用的 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 拿来干啥用 难道是相同材质 不同物体颜色 这样来分配 比如说 我让它们共用一个材质 比如说 现在这杀 现在四个 现在这杀是相同的 一个材质 应该是一个材质 我还是名字打出来 免得我自己都乱了 这三个是一个材质 都叫DD 但是为什么它们的颜色会不一样呢 就是用 刚才打开了这个物体颜色 这是它使用它最原始的颜色 这个原始的颜色就是在这改的 每个物体颜色都是可以单独改的 也就是说它们材质是一样的 用了同一个材质 但是它们颜色是不一样的 包括渲染出来也是 这个 这个其实是 在这 Psychos里边确实是用到了这个 我感觉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用途到底有多大 我只是现在理解到 可以使用同一个材质 我质感可以随时调 但是它的本体色 可以在这随便改 我现在只能说只用到这 可能后期里边什么的有需要的话 能用到这个功能 这个颜色一定要记住 这不是材质的颜色 是指物体 加码绳 可以同时选中 下面是种性 这个属性是 这个属性是在 游戏引擎里边 蓝的游戏引擎 我再写出一个逻辑窗壳 好 这是游戏属性 默认是什么都选不中的 但是你 你这个添加了一个属性以后 这两个是有 这两个是有 哇 就 就可以选中了 带属性的 游戏属性的 游戏属性的 就可以同时选中 属性 属性这个应该是 做游戏的人 比较适用嘛 哎呦 这个 插针集 这个讲解起来又有点费劲 插针集 插针集在哪 在这 就是当你插入关键针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进 一个过滤或者 然后 随便我先放在这 然后到这个地方 第三个分类里边 这里边的插针集 你可以自定义一个插针集 然后是这样 这个也是在做动画的时候 做关键针动画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看一下 呃 这个是003 他们是 拿着 现在都有点懵了 许多懵了 关键针集 对 也不太 反正是做了 这个 自己管理插针集的 就可以快速的选中 在相同属性的 在相同属性的 现在是 003 好 这个我现在也有点懵了 反正是这个做在这个 做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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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类型 现在Flander一共有 默认渲染器 是5 如果是这样 扶自己的出来 灯光类型 如果是太阳灯 你选中太阳灯 点光源 一次性选中 这个是管理灯光用的 这也是 管理灯光的时候用起来很 好吧 Shift G 差不多吧 就这样讲完了 Shift G 再往下看 选择相机 放个相机进去 放个相机进去 眼睛 这个选择相机是激活的相机 那它这个 英文里面是啥 激活的 选择激活的相机 它的注解里面是有的 选择激活的相机 被激活的是选不中的 也还好吧 很好理解的 按类型选择 这个 这个 这个就要 网格归网格 我现在这里建的全是网格 这里建的全是网格 然后呢 你可以快速的按类型选择 又选择网格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吧 这个 比如说选择全部的相机 这个和刚才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全体相机都选择 刚才是激活的相机才可以 激活的这个相机 三角头是实心的 非激活的是空性的 这个类型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按照各种各样的类型 就是按照各种各样的类型 这是两个文字 这是两个文字的文字 快速的选择 文字类型 可以快速选择 同类型的一次性选择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是按层选择 这是按层选择 这个和刚才那个还挺像的 再复制一堆出来 再复制一堆出来 移动到 对啊我就选 他会把这个层里面的东西全 全部选中 看一下 诶 这只是在当先程吗 这只是在当先程吗 远安程序 诶 他这个注解是什么 他只是选择第一层吗 按程选择 哦 有人问这个激活相机是吧 这个相机激活的情况下 你渲染是根据激活的这个相机来渲染的 最后出图 这个图呢 只能说是先摆放一个视角 然后你想以这个视角来进行渲染的话 是Country加小键盘0 他就会切过来 他就会切到这个视图里面进行渲染 这个就附带的跟大家说一下 我记得是有个脚本是可以随时切的 就是你随时切这个相机的时候 渲染的时候直接出切换镜头动画 这个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有在做动画的时候有中间切换镜头的话 是有个脚本的 是直接可以切来切去的选 是直接可以切来切去的选 嗯 这个select 还是 再换成英文看看 一到中文就蒙了 select o by layer 就是当线 当线层吧 怎么第二层会选不中呢 怎么第二层会选不中呢 我把 这个层是这个层的 哎又把我整蒙了 这个以前 能好理解的东西吗 来个这 哦 只选择当前层吗 我现在切到这也没用 单独的层啊 还是 还是选中第一个层 嗯 好奇怪 现在不是按层来选 啊那它就是 选择第一个层里边的 后边层都不选 啊这和sift的机不一样 sift的层里边的东西 你看sift的机子很方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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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啥用啊 这个 这不就是选择第一层里边的所有物体 我把它放到第一层 啊 这就可以全部选中 还不如sift的g方面 这个 这个 接下来看下边的 下边的 下边的 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在物体方式模式下的 嗯 不对 我看一下注释啊 啊 比如说你在做骨骼啊或者做物体的时候 镜像操作 blender提供了一个命名方式 就是 就是 r和l r是右 l是左 右和left 比如说你打了这个 r 点 这个 啊 这个名字呢叫 l.cube 没有点吗 有的 有的 有啊 很小 有点 然后 用这种选择方式 jeff的counterm 直接直接 啊 就可以快速的选中 左右的 嗯 他们是以命名方式的 一个r和l 一定要在前面打头才行 这个在他的提示里是有的 提示里写的是选择镜像物体 如果这个物体的命名方式是什么 r 啊 什么什么什么 啊 什么什么 这个是一个命名方式的 它不是镜像出来的物体啊 不一样的 啊 这个随机的话也比较好理解 就随机 每次随机他都会选不一样 这就不说了 还有一个 反选 反选Counteri 这个好多软件里面都有反选Counteri 比如说你选中了啊 这些 然后Counteri一下 对 Counteri一下 就可以选中 再Counteri一下 嗯 这个很多软件里面都是这么 Counteri 没问题的时候 再框选 但是 是相当于复选的 它是相当于复选 然后我经常会在建模的时候 比如说我选了一点东西 然后觉得不称心的话 不要Counteri 直接按下A 就取消掉了 直接按下A 就取消掉了 Counteri的话 我感觉会变慢 你们有建模的话 这个刷选 比刷选择 是按C 它会出现一个 圈圈 这个圈圈 用滚轮 滚轮来控制 或者用小键盘上的加减 然后你画就可以了 凡是 这个物体的中心 被这个圈给套上的话 它就会被选中 每个物体都是有个中心点 一套就能套上 然后 在按C 按中键 中键叫做插选 左键叫做 复选 中键是插选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 那最后一个框选 按B NB 按B 按B 以后是选 选 选选 然后如何插选呢 还是按B 按Shift 拿框 嗯 它就能插选 Lift 好了 这就是物体下的 很多种的选择方式 都已经讲了很多了 后边物 这个物体里边的选择很多 我就 把这些插掉 我就光 光说这个 编辑模式下的选择 啊 进入编辑模式 模式NTAB 或者在这里边 另外编辑 编辑 编辑它的网格 然后 啊 普通的选择和外边一样 右键 右键你可以单选 用Shift 复选 这样 然后呢 B 框选 刚说完的那个框选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N中键 点选 Z 刚才说过的 都在下巴 刷选 比刷选择 也是 方便的一种 分中键 插 可以把这两个说了 这样的 选择区域轮廓线 这个意思呢 这就是在你面模式下 如果 像刚才这种方式 我写的 然后我只要它的轮廓线 只要选择它的轮廓线 它就会自动切到 线模式 并变成这个 边缘 选择这些边缘 快速的 下面这个 选择循环线内侧 这个就是和刚才那个反的嘛 你选择了一堆的区域 把它改去 然后你再用这个 嗯 或者你再进行挤压什么 这把线 变成面选 两个它们 能在一个里边 反操作而已 这个并排边 这个 选择并排边 那是这个 是这样的一圈 大了一样 在快捷键呢 这里面是没有的 这里面是没有的 那是这个 是这个 Ctrl加Alt加右键选择 Ctrl加Alt加右键选择 然后按住Shift呢 就是复选 就这样 可以快速的选择 就像栅栏一样的线 在别的软件里好像叫 Ring方式 然后叫loop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叫 一长条 长条在下的 这叫循环边 这一层循环边 先选择一个 然后 只要跟它有循环关系的 一线段它就会全部选中 这个快捷键呢 这个快捷键呢 是按住Alt 再用右键 选择Alt 分之Alt 然后按住Shift以后 不选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冰牌边胸 这个最短路径 点磨 随便你选择两个点 然后上出最短的路径 然后给你选中 这个 这个我暂时来说不知道有啥用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会用到这个 一个自动计算 看出最短的边 这是关联项 Country Country 什么意思呢 Country 哦 最短路径的 刚才有人提 最短路径的快捷键 按住这个点 再按Country键 再点远处的一个点 它会自 有意思 这个快捷键我还真不知道 关联项 这关联项是啥呢 Country L 快捷键是Country 这个操作呢 是在你一个物体里边 如果有很多个子物体 因为有些很多的模型 不可能只有很整齐的一个物体 这个子物体的话 可以按一下这个Country 它会快速的选中这个子物 Country L 他们 别的软件应该是叫 元素吧 物体元素 快速的选中 这里边有L吗 这里边都没写L 再使用一个 现在最快捷的选中这个 元素呢 是直接把数标 移动到这个子物体上 直接按L 直接按L 它就选中了 巨快物 好 快速的选中 当然呢 你也可以拣选是Shift L 可以 选错了吗 你在反悔的时候 Shift L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尤其是你一个物体里边 有很多这种 元素的物体的话 可以用到 好 DG我再看 国动向的同 的 还是 拌一个 CountryL呢 一定要选中这个物体上的一个 一个东西 然后你 鼠标无论你放哪 你CountryL都会选中它 而这个L呢 你只要把鼠标移到上面就行了 不用选 直接L 这是CountryL和L的区别 但我个人来说 是L更方便一些 L更快一些 CountryL 这可能是在多物体的时候 拖挡啊 这个时候CountryL可能会定位比较准一点 防止你鼠标乱操作 一抖 抖到别的地方 活动向的同侧 这个操作呢 这边好像还有 应该有 活动向的同侧 也就是说你选完这个点以后呢 它右边全给你选中了 凡是坐标在这个点右边的 当然这不可能只有一个朝向嘛 然后它这边呢还选择了Y轴方向 Z轴方向 还什么负方向 这个就 你自己去一个个视网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活动向的同侧 正走向 Z轴向 X 啊 镜向 扩展选拨 扩展选择 扩展选择就是复选 就复选 选择这个镜向 比如说我选择这啥 然后我用镜向选择 那 就选择了这啥 然后你也可以不选 然后你也可以不选 把原料的取消掉 啊 嗯 好 这样 完了 多减选区 快捷键是Ctrl键加小键盘 减号 也很好理解 随便选一点 然后呢 Ctrl键加小键盘减号 它就会缩小一个区 反正呢 加号 增加一个区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大范围选的话 相当于往外扩了一个 扩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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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隔区 这个两个是 反向收拾吗 这个叫未归阻定点 默认是点不开的灰色的啊 这个意思呢 反正 这个软件里面呢 有个叫顶点组 比如说我把这些东西呢 归为一个顶点组 顶点组在这儿 点这个东西 然后这呢有个顶点组 我们把它归为一个顶点组 来定一下 然后你可以 我选择这个 他们是属于一个顶点组 然后到这里边呢 选择 未归组的顶点 就是还没有被归到组里边的顶点 嗯 这个牵扯到顶点组 我就 我就只能这么说了 说了再多说的话 可以归组的顶点 顶点组啊 顶点组啊 顶点组一般是 反正我现在是用在 动力学里边的 做布料啊什么的 还有权重 刷权重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顶点组 因为这个顶点组 你看下面有个 这个权重也是很重要的 以后刷那个骨头啊什么的 做骨架 刷权重 可以用到这些顶点组 这个就比较稍微高深一点了 慢慢的可能会学到这些 毛发也可以 长毛发哪里长 好多功能顶点组是很实用的 顶点组是很 很有用处的一个功能 然后是相似像 也是谢伏特计 跟刚才那个外边那个 谢伏特计 还挺像啊 第一个是谢伏特计 相似的元素 发现 必须选择一个 现在把它捣乱一下 还有 像这个 这个点线面模式下的菜单还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要选中 发现方向一致的 这个发现在呢 点N N键这里边有一个发现的显示 你可以把点线面的发现都打开 这些这就是他们的发现 发现其实就是面的方向 面都是有方向的 然后呢 你选择相同的发现 这都是冲上的都选中 相同的发现 他们是 都是一个方向 把发现关掉 理解一下 呃 相邻面素 哎呀 这个 不一样啊 就是把面的 数量 一样的话 都选中 比如说这里边呢 嗯 对 Shift G 就是说 你选中的初始这个点呢 现在有四根线 凡是有四根线的这些点呢 都会被选中 这些 这些只有三根线 顶着他的话 他是选不中的 我声音会一卡一卡吗 这个 那会一卡一卡 嗯 嗯 这个 这个道理是一 在线模式下啊 这边也有一 一条边周围的面的 相同的话 全选中 也就是说你选中的这个时候 反而是带两个面的呢 都给你选中 这边 外延 他只有一个面 跟他相邻的边呢 他是会被选中的 好 我拿球我就给他摘个球 其实这也 反正就要理解 反正你只要理解这个东西就 嗯 你说的是这个球吗 他就是想让我把这个 做得更透脆 啊 凡是有两个面 相邻的那个边 都会被选中 然后他顶点里面呢 凡是有四条边跟他相邻的话 就会被选中啊 这边都是 一个点顶着五条边 就选中 这样的 反正只要理解这个意思 理解这个意思 这边有个顶点组 这就是刚才我们加了一个顶点组 这边加了 凡是在这个顶点组里边呢 都会被选中 可以在这里边选 这边也有个选择 这是选顶点组的 点组 好 连接边数量 凡是 其实就是跟刚才那个差不多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顶点有三 比如说我现在选中的是三条边 连着这个 凡是三条边 总在一个点上的话 他都会被选中 或者四条边顶着的都 两条边 都会被选中 嗯 这个是四条的 还是四条的都会被选中 还是四条的都会被选中 这个意思 长度 长度 长度一样的都会被选中 其实每条边的都是有长 拉长一 就长度 嗯 我刚才往上一拉 只要变长了 他们就 变长 那个长度就不一样 就不会被选中 还是长度一样的都会被选中 哎呦 这里面居然还不是全部一样的 哎呦 这里面居然还不是全部一样的 啊 这些 又大 长度我去 好乱 啊这个边是零点六一四三 这个边是零点六 好难怪呢 这个长度居然还不一样 去 我先关掉它 然后方向 方向 方向就比较好理解了 只要是一个朝向的都被你选中 那就很好理解了 方向 要是相同方向 然后一条边周围的面的数量 比如说我选择这条边 它周围的面呢是有两个面 那么说呢 凡是有两个面 共有一条边的呢 那些边全部被选中 也就是说 每条边肯定有两个面 要好理解了 哎呀 不用做刀绞了 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不知道 啥样呢 一条边周围的面数量一样 还是两个面啊 凡是两个面吧 你这倒角完了还是两个面 两个面共用一条边的都会被选中 反正就这个意思啊 不是边缘 就是说它这条边 标上有两个面 而且还用着 共享的一条边 就可以选中 看见了 这条边是不会被选中的 因为它三个面 三个面 用了一条边 这还不明显啊 你这样我多明显才能写 但是还有一个相等 大于佛琴 这边就 还是大于两个 两个 两个共用的 这里边居然还有啊 哇 啊 这个是 啊 这是大于 这是等于 这是缩紧曲 这是大于 这边就是 刚才我们做的那个例子 这是三个面 共用一条边 就会被选中 大于 哎 哎 然后面的顶 角 翻译 哎 翻译的问题 就是说面与面之间的那个 夹角 它们之间的夹角角度一样的话 会被选中 嗯 因为像这个的话就是 180度 都会被选中 像这个的话 我说 这两个面 这个面和这个面之间的夹角 这个面和这个面之间 你刚才初选的时候 初选的这个 角 只要角度一样都会被选中 这个是属于精度高的时候 建模的时候 然后再往下看 和恨 和恨 这个好像是 和恨 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在细分建模的 把它独立出来 嗯 嗯 这个是一 嗯 这个是一 嗯 现在这里边呢 有两个折痕的 标 如果它们折痕是 这个到后边建模的时候 也是类似于一点权重的 这个 细分建模的时候 啊 细分建模的时候 你用一下Shift E 一 类似于这个 有折痕 现在折痕是一 这里边 对边再加一个 0.5 0.5 0.5 然后这里边现在有四个 你可以快速的 全是等于一的 这个是 这个是 选不中 因为刚才不是等于一 就在建模的时候以后 积分建模 Shift E 对就是Shift E 你把折痕 其实这个类似于就是你 细分建模的时候 变回物体变得很光滑 但是可以控制这个折痕呢 趋于 趋于不光滑 不圆滑 那就是这样 在Shift E 反方向 0.5 嗯 在细分建模的时候 折痕 不多说了 这个东西 是啊 折痕是可以 在细分建模的时候 是可以控制这个 语律 KC 也是 细分建模的时候 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 你有折痕的时候 这个 选择才会起作用 这个是方便你建模的时候用 这个 倒角 折痕 好 又被这个 运渐 运渐 运渐是啥 我又不知道这个花脚是干嘛 多了这么多新东西 有改气的刀长吗 哎 没关系啊 都不知道 人出来的又是 巴里边才能 谁知道 忘了顾客了 验的是 就回头再说吧 刚才我漏过了 你说哪个db 我好像知道那个东西 刚才我没看到 导角啊 就是那个 bevel weight 用来控制那个 导角吸管器的 没错 就是那个 就是导角吸管器 面板里 哎呀 这又是新 这是新家的 上边 再往上 再往上 就那个导角权重 没了 啊这个啊 应该是他 哎呀 这个新功能加的 啊 那就那就 对了我理解了 啊 就是加了这个 导角修改器以后 在这个面板里 导角权重 比如说默认都是0 把这个 5 这边再选一个改成0.5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 啊 相同的导角权重 就会被 这我都是第一次见 我去 哼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好 感谢老猫 是老猫吧 是那个哎 哎 你说什么 我没听着 跟他孩子在旁边 啊 这个不用夹吸管器的时候 也有 导角权重 对 嗯 好 缝合编 编 编的话 又要加东西 你就要标记缝合编 这个缝合编是干嘛的 是分UV的时候 分UV的时候 我现在这里不讲UV 我告诉你 A的时候 就跟做裁缝一样 给它剪开 然后平摊开 嗯 这个时候 如果你标记的 标记的 这些 红和编的话 就会快速的选中 类似于裁缝 裁缝一样的 软件一样的 然后这是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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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UV 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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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度是不是在这儿呢 啊 那个好像 是就是字面上翻译的 应该就是那个 Sharp Edge 其实这这这 是那个硬编吧 锐度 应该是那个 是这个 这翻译成这样 锐度 我以为是要控制脚 我怀疑是不是我翻译的啊 啊 反正就先理解吧 理解 这个 这个 锐 锐 锐 编呢 就这个 反正你添加锐编完了以后 这个干嘛用的呢 我就大致的说一下 就是 啊 这里边有个修改器 叫做拆编啊 现在叫拆编 其实类似于 帮花族 这里边就有个锐编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锐编呢 通过它 是否 进行光滑 比如说 我把这些东西都选中 标记为锐编 啊 这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这个修改器类似于光滑 嗯 按 啊 这个可以关掉 可以通过锐编来控制它的光滑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不一定要整个物体全部 标记为编 然后呢 你标记完了呢 它里面线 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啊 这里的西伏的基呢 就是 维度 这边有 维编的话 就更好 可能它英文写的 这个就是这样 sharpness 是个隐名词 可能是 可能当时是怎么翻译的 没来的 可以检查呀 这个 给他们建议一下 不要这样翻译 这 不要用这个词 实在是搞不懂 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 不是代表的变 它真是一个sharpness 是指的某一个 某一个锐度 好像是 哪来的 freestyle 哎呀 布兰德现在就是这样 就这么一个 这就是我 所以我就得老得来切回 我看着什么东西 哈哈 就是一个 那就知道了就行了 凡人的地方 无所谓了 我们先继续往下讲吧 继续往下讲 我把刚才那个锐编 清除掉 然后最后一个 freestyle 标记 编标记 这个是用在卡通渲染器里面 这个是啥意思呢 我给它标记一个 freestyle的编 这个标记编呢 是用卡通渲染器 给它的游戏 最后一个fre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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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放到这里 亮机啊 别改一下吧 就是说 就是说 是卡通渲染的时候用 卡通渲染的时候是有编 然后这个标记编呢 你打开以后呢 这个标记编打开以后呢 刚才标记的那个 就我们 它就会 它就会 就会进行渲染 就会算出来 然后呢 这里边的选择 就是选择 reestyle的标记编 这个是卡通渲染的时候用 卡通渲染 因为卡通渲染有时候编出不来嘛 去 进行标记一些编 那 一标记 这个编就出来了 卡通渲染 用卡通渲染 不用卡吧 现在 然后是面模式下的shiftG 这个 这 这确实比较多 这个相似箱 这个相似箱太多了 面模式下 这个材质呢 这个材质 其实是Bandos 多维子材质的 多维子材质 尤其是在你一个物体 多个材质的 有用的 再加一个材质 然后呢 我就 C 我就选中这一块 我把它指定给它 那这一块呢 现在有两个材质 然后shiftG呢 就理解了 它们有相同材质的话 就全部选中 它也可以在 这里边 选中这个材质以后 再选 选择 开始 选择 取消选择 也是一样的 shiftG 诶 shiftG的材质 像的又是啥 图像 这个应该是 两个 材质相同的图 应该是铁图 我就随便找一 那 这个材质里面也可以 铁图 还是有这个 那是否是这样呢 如果他们 共用了一张图像 再一张为了测试 现在一个是用了这张 诶 那是上 你的名字 诶 诶 还不是图像 然后 这两个图像还是 共用的 我得把它夺理出来 诶 还是不行 嗯 嗯 用的比较少啊 少 少 好 一 二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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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三 这个是在UV贴图 UV窗口 图像 比如说这 外部的刚才那个材质 独立的一张 这里边那个独立的一张 这个是在这里边 UV窗口 图像 这个意思 这里边的图 搞错了 UV窗口里的图像 继续看 这个是面积 面积一样的面积 哎呀 Ariel 区域啊 哎呦 刚才是那个 Ariel 区域 这啥意思啊 又崩了 讲的自己都 自己都变成学生 我都不知道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选择我 这些选择 全记住的 我都 都 了 这些 我看了 我看了 你 在这儿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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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看了 这个是 我看了 这个之所以用了个保存原文 就是因为这个area这个词啊 太泛泛了 有些地方会翻译成区域 所以说没办法 我只能保存原文 我问题是选的时候 面积也不一样 是这里面吗 这些默认是大于的 这个功能搞的 还不如在这个标题栏里面 直接显示 它西伏特记的面积 比如说 这每个边都不一样 这有一个一样的 如果是相等的话 它就会被选择 大于的话 凡是大于这个面积的话 当然还有一个小于 哎呀我去 在这个还有一个值可以 默认不都是等于吗 它为什么 把我都搞晕了 本来这个 这种东西 少 这里边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科学 这个选择 面积 它们面积肯定 织制出来 我现在有点理解 反正是相同面积 这这这这这高精度建模 我知道这个这边有一个 现在因为 被它整晕了 理解了 结论 面积一样 面积 这是多边形数 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四边形 在选择所有的四边形 从这里来看一下 这是三角形 所有的三角形 四边形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反正就是多边形 它要是五边形 那就把所有的五边形 继续吧 像周长 我把理解 如果你选择的这个周长 是一样的话 它就会 全部选中 数学上的东西 数学上的东西 还有法线 对不起 这里面只有这一个面 法线是一样 这里面都是 这边其实左边都有一个空 就是 差不多 方向差不多的 就会慢慢的被选择 这个值其实 类似于控制这个 就是相似度的一个大小 这个 这个法线根 还有刚才这个挤出来的面 也是水平 法线方向 就是共面 合为共面 就是它在一个平面上 在它一个平面上 会被选择 主要有这个值 类似于 接近于共面的 类似于 这个值 相似度 相似度的一个取舍 这都是 这又是标记边 这边 freestyle的标记边 和刚才是一样的 oh my god 点线面里边的 CF的G就有这么 太多了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快9点了 就是 ShiftG的功能 按 光选择就很多 今天就全讲完它 就选择嘛 没多少了 就这几个了 我去 这个呢 它写的是按 按侧 其实是按边 比如说 四边 三边形 全旋转 四边形 旋转 这个还有扩展 边形 五边形 还有这个呢 等于大于 大于三边形 这是大于五边形 大于三边形 全选中 还是大于三边的 面全选中 这个其实也是挺有用的 尤其是你在检测你 模型里边有多少个三角面 因为你在 细分建模的时候 是尽量不要用三角面 要以快速的选中 可以快速的选中三角面 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用了多少三角面 这个也很适用 内侧面 这个 这个昨天我还 我也去看了一下 那个 这个理解起来 我现在还是有点 这个面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是有 比如说 这个时候呢 它内部还是有一个面 然后你选择这个 内侧面 它就会被选中 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 我现在这个也不是 很理解这个 内侧面到底是啥海 就是像这种 它内部 本来应该通了 没打通 它这个面选不中 这个是看起来挺重要的一个功能 但是有时候 它是选不中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自己试吧 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 内侧面的意思 通散集合体育 我知道 这个呢 你在建模的时候 如果说 还有些边在外边 还有些点在外边 然后你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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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面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还找不到这种 很灵性的点 功能呢 就是 它怎么又变了 什么 然后 这个还变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是检查你这个 很孤立的元素 又又又没有形成一个面 又没有形成 检查你建模的时候 这种 多余的操作出来的东西 这个也很有用的 这是检查用的 击散集合体 像这种呢 在面模式下 在面模式下 如果它没有成 形成一个体的话 它就是属于松散机会 它就会被选中 在面模式下 一旦它有了夹角 它就不会被选中 它不属于松散的 它属于一个物体 然后在线模式下 在线模式下 选择这个 现在是选不中的 因为它 不非有这种 孤零零的 单独的线出现 这是可以选中的 这也是检查用 把你的模型的 眼模式下 也是 不属零零的点 可以选中的 嗯 先 面 再来看一下英文 江林 江林的品 这里边呢 和刚才有一个 角度那个 选择方式 当时有点像 就 它这个不处 不处在一个 平面上 你再用这个 相连的平斩面 它就是在平的地方 它才会选中 而且必须是 相连的 那这边有个角度 左边有个角度 是可以空 稍微差那么几度 它也 这个在什么时候 有用呢 在你 比如说 做一枚圆形的戒指 然后戒指让 它是凹进去 然后你想快速的选择 戒指外表那一圈 不包括那个凹进去的 这种方式 是特别快 味道 我觉得是特别这样 其中的 因为 我好像是特别的 引擎 就是特别有素权 如果我还有 ان 放置一下它的做 89 把这边 原来是90度 89应该是小 90度以后呢 这 我会选 应该是 大于这个折角以后我再弄个圆的吧 用一个盒子来 远折瑞边 反正角度越大 越少 就是说大于84度 反正大于这个角度的话 这边都会被选中 这个角度就是 面与面之间的夹角 中间那条边 看美丽 这个倒有点像freestyle里边 整高线什么 那个 僵司 这是瑞边 这个叫 间隔 递选 啊 我知道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相当保 这个 就是说你 选择一个东西 是一条啊 按住alt 点右键 有一条 然后呢 我想让它间隔的 每间隔 多少 间隔 三 这就是间隔 啊 每间隔 啊 这就是三个一组嘛 这个三的话就是三个一组 三 其中两个是跳着的 这个挺有意思 然后呢 它只能是单独编 比如说做楼 做楼梯的话 这个时候我 这个时候 这个楼梯 嗯 大一点 我先 我先选择这些 好 间隔式的 你只要默认的就行了 默认的间隔两个 它就会一个间着一个的 然后你 再往上一拉 这楼梯就出来了 对啊 这个也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功能 嗯 然后呢 啊 这边有个随机选择 和和其他一样 和物体选择里边随机一样 啊 随机选 就做出这种随机效果了 反选 Ctrl I 这个和外表是一样的 物体模式下是一样的 Ctrl I 选择和取消前选择 就是一样 反映Blender里面操作的时候 操作会比较快 如果你用Ctrl Z的话 你模型够大的话 Ctrl This其实是很慢的 你不如用这种 把这些取消 这个 这个字个人经验 模型够大的话 没了吧 啊 还对 这里边也是可以全选的 就键 键 一方所选 是一样的 你做Ctrl 键 或者Ctrl 线 可以拣选 到底是一样的 DK 选择基本上就 一个卡住了 组复本 这是复制 通过静点组 编度 平主复制 平主 怎么已经有两个 比如说是这样 这两个打一个组 然后呢这个功能在这儿 物体下面有 其实就是一个复制 它通过物体的 002 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很远 按一下Auto 你跟他的剧中看看 跑得也太远了 嗯 有没有东西啦 他是通过群组来复制 词 词 军组的时候 嗯 冒似是指定父子级吧 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 也没有父亲 哎呀 对啊 为什么 R是通过这个 这样的吗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只用过顶点复制 哎呦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 很多 就是他们有相同 军组进行 然后shift 就是他们共用了一个 可以快速的选择 这起shiftL里边 都是关联的 就是关联数 他们共用了一个 比如说他们是材质 他们是共用了一个文明 现在这个主复版 我也理解 他们是群组 在群组复制的时候 他共用了一个群 只要是共用了 shiftL都可以选中 这就是这么多的选择 不像那个点和面 不用不用 这就可以加 这些真是很少用 但是你指定完负质 他就会跟着一块跑 你没有指定负质的话 他就不会跟着一块 你看 这个是指定负质关系的 就跟着一块跑 放大一点 你看 那个就没跟着一块跑 就全给他指定负质 嗯 shiftL 路本 哎呀选择太多了 蓝带的选择 但是 太吓人了 好吧 今天就不做建模了 今天就讲一下这个 我没存吗 我没存吗 那我再炫一张吧 今天 昨天群里边有人讨论了一下卡通炫 然后我现在就 大致的 多一下这个原理啊 先等会儿 你让方正把那个 把那个视频先存一下 要不然它也太大了 啊 啊 光选择就 就说这么多 那我先把文件打开 一会儿再说